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的课程 第一阶段的第一节课 因为本节课呢是这门课的第一节课 首先我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彭亮 目前就读于美国犹他州立大学 在读计算机博士第四年 我的研究方向呢是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 以及计算机视觉 也就是Computer Vision方向的研究 之前获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年轻学者奖学金 也在美国硅谷TCL 硅谷北美研究院 以及佳能在美国的分公司 创新中心进行图像计算机研究方面的实习工作 那么对于这个深度学习 也就是Deep Learning来讲的话 我们的课程设置把它分为两个课程 第一个课程呢 因为要了解这个深度学习呢 首先我们要对机器学习 也就是Machine Learning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所以我们第一个第一门课 叫做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也就是偏向于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方面的内容 在第二阶段 我们叫做深度学习介绍进阶课程 我们将在已经了解了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的基础方面之后 给大家重点介绍深度学习中的算法 以及应用 好 因为本节是第一节课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门课的 大纲 以及第一节课 我们要介绍什么内容 好 所以第一节课 我们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门课程的设置 以及对机器学习的总体做一个介绍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门课的课程界的规划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纲号 本门课呢 我们的培训对象 也是比较广泛 就是说对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算法 感兴趣的人 都可以来上这门课 然后呢 或者是您对机器学习 数据挖掘和人工智能领域 已经有所了解 但是想深入理解这些领域的重要算法 和应用的人 那么这些课呢 这门课都有一定的前提要求 也就是说 对概率论 基本有所了解 比如说什么是概率 它的一些基本概念 然后具有基本的一些微积分 和线性代数的知识 还有一定的编程基础 因为本节课我们重点使用Python语言 所以如果您有一定的Python基础 更好 所以这是一个课程的前提要求 之前我在Math Dream 讲过另外一门课 也就是Python的一个基础 入门的课程 如果有兴趣的话 您可以先看一下那门课 我一共有五个课时 对这个课有一定的帮助 如果已经看过那门课的同学 可能对我本人已经有所了解 包括被对Python这门语言的本身基础 也所了解 那么对于这门基础 借机器学习的课程来说的话 就可能稍微觉得更容易开始一点 好 所以这门课呢 我们的培训技能目标 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会讲解这个机器学习中的 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的重点呢 当然要理解这个机器学习中的 常用的算法和它们的原理 然后呢 我们这些课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也就是说 我们我将给同学们解释 这个机器学习的 基本概念和算法原理之后呢 教同学们如何使用Python的语言 以及相关的机器学习的库 来进行机器学习的实际拥用 并且呢 我们将紧密结合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数据 它们开始的这种数据的结构 它并不是直接可以用来进行机器学习 我们将给大家要教会如何来通过这些预处理的办法 进行结合Python中的机器学习的相关的库 来进行机器学习实际解决问题 并且为以后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相关的应用 打下必要的基础 好 这就是这门课的大概一个培训技能目标 然后我们的课程设置大概是这样啊 就是这个课程一共有28小节的视频课 每小节呢 大概的长度是30分钟 当然有的课可能稍微长一点 有的视频稍微短一点 然后总体的课程这门时长的 大概是14个小时的视频 然后具体的安排如下 我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前两节课 给大家总体介绍一下这门课程 以及机器学习这门领域 是研究一些什么东西 并且我们会给大家展示一些很酷的一些demo 都是用到了机器学习的方法 目前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语音识别啊 自动驾驶汽车等等 给大家展示一些通过机器学习这门技能 目前应用到各行各页中的一些实际的demo 随后呢 在第三节课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开始介绍机器学习中的基本概念 比如说什么是训练级 什么是测试级 什么是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和半监督学习 在这基本概念了解之后呢 我们将跟同学们来开始介绍机器学习的算法 所以呢 首先我们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也就是说分为监督学习 supervised learning classification 分类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的阶段 第二阶段我们将介绍 supervised learning 中的另外一类问题就是回归问题 regression 第三阶段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这个非监督学习 就是unsupervised learning 每一个阶段我们将重点介绍 比较重要的算法 我们的课程大概设置是这样啊 就是对于每一个算法 比如说第一阶段我们进行决策数方面的学习 decision tree 它里面呢我们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两节课 第一节课呢我们重点来介绍这个算法的原理 第二节课呢我们将结合实际的应用 跟大家介绍如何来使用这些算法 进行实际问题的解决 并且我们每一节课都有一些例子 给大家来介绍 比如说对于decision tree来讲的话 我们将介绍银行系统自动评估系统中 如何来利用这个decision tree 就是决策数这种算法来进行信用的评估 最后呢每一节课我们都第一节小节 也就是前半个小时我们大概介绍理论 后面一小半个小时的一个视频 我们将介绍一个实际的应用 并且每一节课都有实例给大家介绍 如何利用机器学习的算法 来解决实际生活中我们的问题 有很多很酷的项目 比如说有人脸识别 还有如何来识别这个手写的数字 包括图片中的红眼的检测 以及比如说一些统计模型 回归中我们来如何预测这个销售价格 包括对人脸进行分类 还有噪音的排除等等等等 好那么我们这样就是一个大概的课程的一个设置 所以这个总课时呢大概是28个 总课时呢大概就是14个小时 也就是28个视频 每个视频的内容长度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好在对这个课程的大纲设置有一个基本了解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机器学习的基本的一些概念和应用 刚才我们进行了课程的基本介绍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什么是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呢 英文叫Machine Learning 在行业内大家通常用这个简称两个字ML来表示这个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呢 从概念上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一门交叉学科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的计算机或者是数学等 它是一个多门学科交叉在一起 比如说它涉及到 当然说本身除了计算机科学这门学科之外呢 还涉及到这个概率论 统计学 逼近论 凹分析 算法复杂度 等等多门学科的一个交叉 它是专门研究计算机是怎么来模拟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 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 重组已有的知识结构 实施不断改善自己的性能 这是大概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同学们了解 就是说机器学习这门科其实是一门交叉学科 它大概涉及到计算机科学本身 统计学数学等等 那么在目前 大家基本上把它归类为计算机里面的一个分支 有的把它归类于统计学的一个分支 但是它实际运用到的各种知识的范畴呢 是一个多门学科的一个交叉 它甚至用到了一些神经网络 也就是说脑神经学的一些知识 好 那它的定位呢 在计算机中是怎么定位呢 其实这个机器学习也就是machine learning 它属于一个人工智能 我们常说的这种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简称AI 它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一个分支 因为AI这个人工智能本身是一门非常广泛的学科 所以呢 机器学习也就是machine learning 作为AI的一个核心的一个subject 就是之下的一个一门方向 它的研究的主要的目的是 是计算机具有智能的根本途径 是其应用遍布人工智能各个领域 它主要使用的方法是归纳综合而不是演绎 这是这样一个基本学科定位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chine learning 也就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定义 当然说定义不同的研究学者提出的不同的定义 但是我们跟大家介绍几个比较公认的权威的定义 但是其实呢 它们之间也是一种共性的 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那基本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也就是机器学习 它是来研究和开发一系列算法 这个算法的目的是干嘛呢 是来使用 使计算机不需要通过外部明显的指示 大家注意理解这句话 就是without explicitly programmed 不需要外部编程的明显指示 而可以自己通过看见process 就是处理更多的数据来进行建模 并且利用好这些建好的模型 对于新的数据的输入来进行预测的一门学课 这个话听起来比较绕口比较长 慢慢同学来解释这门课 相信通过这门课上的学习 同学们对机器学习的这个认识也会不断深入 好 那么在1959年 Arthur Samuel最早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机器学习的概念 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定义呢 就是说 它是一门不需要通过外部程序指示 而让计算机有能力自我学习的一门学科 1996年呢 另外一位学者 Lonley 他定义为说 机器学习是一门人工智能的科学 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工智能 特别是如何在经验学习中改善具体算法的性能 然后在1997年呢 著名的人工智能的学者 Tom Mitchell 他进行了相似的一个定义 说机器学习是对能通过经验自动改进计算法的研究 这样一门学科 好 那同学们可能发现了 这些著名的学者对机器学习的定义 它有一些共性 虽然它的书面表达上有一些小的差异 是什么样一个共性呢 也就是说机器学习本身呢 我们看到首先它不需要一些外部的指示 然后呢 它能通过见到更多的数据 自动的来改变它自己的性能 所以呢 它都牵扯到这个学习的概念 这个学习概念我们并不陌生 我们每天都在进行学习 那么机器学习中这个学习概念 我们如果把它更精确的定义下呢 可以这么来讲 就是说针对某种经验 这个经验我们可以来用E表示 英文中也就是Experience 和一系列的任务 我们定义好的一些任务 我们叫做T 比如说Tasks 这个英文中的Tasks 它简称T 和一定的表现的衡量 就是你的Performance 有一定的衡量标准 我们叫做P 对吧 然后如果随着经验这个E的积累 针对定义好的任务 T可以提高它的表现 Performance P 我们就说这个计算机就有学习能力 所以从这句话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稍微更加清楚的定义一下 什么叫这个学习 如果机器能够通过它见识到的一定的Experience 和定义好的这个Task 也就是任务 来不断提高它的表现 衡量P 那么我们就说它有学习能力 好 讲到这里 希望同学们对这个机器学习有一点点稍微更清晰的一些认识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吧 好 作为AI呢 也就是人工智能 最经典的一些起始的例子都是通过下棋 比如下国际象棋 那么下棋呢 我们来怎么来套一下这个学习的这个概念 我们来想一下 首先 针对经验 那什么叫经验呢 就是说 假如我们现在要给计算机来编一系列程序 让它后面进行自动的机器学习 那么下棋这个环境下呢 经验也就可以说 你下多少盘棋 对不对 你下了一盘 两盘 三盘 你下的盘数越多的话 这个经验就积累的越来越多 这就是可以当做一个Experience 那么什么叫一系列的任务 假如我们定义一个 给计算机定义一个任务 就是说 你每一盘的目的是要迎棋 对不对 那么这也就是一个定义好的一个任务 和一定的表现衡量 什么叫表现衡量呢 比如说我们下了N盘棋中 我们赢了几盘 对于机器来讲 比如说机器和人下棋 它就是一个P 那么如果这个机器 如果通过下更多的棋 也就是经过更多的Experience 针对下棋的这个任务 它能增加这个胜率的话 或者它可以下的越来越好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这个胜率 比如说下了十盘 你赢了其中几盘 这个胜率如果能不断提高的话呢 我们就说它有学习能力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清楚 这个下棋中的学习 是怎么来套用我们这个定义的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例子了 比如说语音识别 自动驾驶机车 都可以来套用这个学习的定义 对吧 语音识别就是说 把声音让计算机理解它 把它翻译成文字 那么本身这个任务 一系列的任务 就是把声音翻译成文字 这可以定义成一个任务 然后这个经验的Experience 可以定义为 比如说这个机器 到底处理过多少的声音 这个量 对吧 可以当做一个Experience 然后你随着经历的不断增加 如何来提高它的一个表现 也就是Performance的衡量 那就是说 我们到底翻译多少个词 的正确率是多少 它就是一个P 如果这方面呢 可以增加 随着经验的积累 可以增加的话 我们就说这个机器 在语音识别方面 具有了学习能力 好 还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 我们也可以同样 同学们可以想一下 咱们来套这个概念 就是说 它是咱们来定义 Experience Task 和Performance 同学们自己可以想一想 都是类似的 好 以上呢 我们就了解到了 这个机器学习的基本的概念 和它的一些定义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机器学习 在目前我们看到的 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 商业社会 以及技术层面 它的应用非常非常广 我一下举几个例子 同学们 我们来看一些 比较酷的一些demo 比如说语音识别 我们看到这个百度呀 Google 经常我们输入的时候 可以用语音识别 很多很多手机上的一些应用 它都是用到机器学习的知识 还有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 现在Google在这方面做的比较领先 他们研究了几十年 现在已经可以在基本的路上 跑了几天卖 没有任何的事物 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还有我们常见的这种语言翻译 各个中文英文 各个语言之间这种 比如说Google Translate 或者百度也有类似的这种翻译 他们用到的也是机器学习方面的知识 还有呢 比如说计算机视觉 我们看到人脸识别 对于人和车的检测等等 还有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亚马逊淘宝里面的一些推荐系统 比如说我买了一件帽子 买了一件帽子 它给我推荐另外一个衣服 或者我买了一个衣服 你给我推荐一个裤子等等 这些推荐系统 其实用到的内部的技术 也都是机器学习方面的技术 还有现在非常火爆的 比如说这种无人机 现在大家也都传得很火 比如说亚马逊 以后可能不需要人工的通过FedEx 或者是别的方式UPS来进行运输 包括国内可能比如说像顺丰之类的公司 以后可能就是用 现在都在研制这种无人机 对吧 以后如何来进行货运 包括进行这种航拍之类的 还有我们常见非常熟悉的这种垃圾邮件的识别 比如说同学们中有使用Gmail的 大家可以就是说看到Gmail在 filter out spam 也就是识别垃圾邮件方面做得非常准确 它用到的也是机器学习方面的知识 好 现在同学们可能发现了机器学习方面 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强大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应用真的是非常非常广泛 其实这里面只是一些很很小一部分的一些简单例子 然后呢我们将给大家进行一些demo 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哪些具体的商业和这个技术方面 对机器学习已经有了一些实际应用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一些demo 好 我们就直接这几个领域 大家来看一些demo 首先第一个demo我们看一下 这是今年这个微软公司的研究院 他们研究出来的最新的一种技术 用到的就是机器学习 也就是尤其是深度学习的一些技术 他们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在人说话的及时进行翻译 比如说这个speaker 这个科学家他在讲 介绍他们这个产品 他讲的是英文 然后呢在他讲的同时 这个微软的这个机器学习的技术 可以把它现场马上翻译成中文 而且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翻译出来的中文的这个音色本身 还是模拟他本人的音色 而并不是一个机器的声音 可以做到这种精确的程度来翻译 我们来小小的感受一下 稍微看上一两分钟这个demo 看一下他们做到什么程度了 微软公司 谢谢大家 彼此的效果是不完美的 在这区域有很多工作在这区域 在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這個技術很誇張 用智的技術很有希望 我們希望在幾個月中 我們能夠破壞了語言障礙 數年後 我們希望能夠打破人類之間的語言障礙 好 大家看到這個demo 非常的酷 也就是現在做到的技術已經夠實現 對人說話的實時的翻譯 我們剛才看到在這個微軟的發布會上 這個demo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精確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說這項技術能改變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需要比如說這種 人工的這種翻譯或者說是同聲傳譯的工作 但是在未來這個 當然說現在的這個翻譯技術 已經達到非常讓我們 impressive非常驚訝的一個程度了 但是在數年之後 當它的清確度和自然程度進一步提高之後呢 可能翻譯這項工作 基本上就完全可以被機器來取代了 人們之間沒有這個語言交流障礙 這是一個非常革新的一個技術 好 這是其中的一個demo 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也就是我們展示一下這個 谷歌公司在這麼多年的研究以後 現在對一個這個自動無人駕駛汽車的一個 小的一個廣告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裡面是一個盲人 那麼他需要外出來開車去買東西 那我們通過谷歌研究的這個無人駕駛汽車的話 就可以完全實現一個盲人外出購物的一個需求 恩濟 東西 很好 順便 訪走 老闆 不行 自行驟 下面我们走 有位向前 看,没有手指 有手指 没有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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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it 就我们来到駕駛 我们也是用车指的 雷尔介力 让我们以 Kolln代行 保护是什么来的 大家看到他们说可以吃点东西 因为不需要自己开车 然后开到一家超市 自动挺好吃 大家看在这个快餐店 他在驾驶路上直接就是order了一个墨西哥的burrito 然后车继续行驶 他说这是他经历的开的最好的车 一次经历 好他回到了自己家里面 现在是到了一家超市 刚才是买了点吃的